公民社会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媒体中的报道啊 或者是在学校中的讲道呢 那他不能讲到 他说这个公民社会 其实有时候挺难形容的 它跟政府不一样 那么公民社会 它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有包括性 包含性 有这个不同的团体 能够包含进来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团体 占据这种统治地位的话 就很难形成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公民社会中 公司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在日本 最主要的一些公司 一些大的一些家庭公司 包括在南韩 有这样的一些公司 也扮演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也是这样 现在有些大公司 它开始组织一些培训啊 把家庭组织起来啊 所以公司现在也来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说 学校的教育和公司 那么就在中国来说 就我的经验来说 特别是在北京 这两个团体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说到呢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 你刚才提到 这个公司啊 团体和教育界呢 在这个创立中国的 这个公民社会 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呢 都起到相当大的这个作用 可以说他们是一个 主要的这个构成部分 那么能不能请你 这个比较一下 中国的这个 以他们为主体的 这个公民社会呢 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情况 之间的这个相同 和不一样的地方呢 可以 我可以进行比较 而且这是一场 很有意思的这种比较 他们都在互相学习 特别现在 他们想要来发展 一个东亚的社区 这种对话 不仅是一种 学术界的对话 而且这是一个 在市场啊 公司进行 这个跨国界的 这种生产方面 这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那么在东亚的公民社会 有很有意思的一点 特别是在南韩 跟中国之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是在很短的 一段时期内 发展起来的 对于南韩来说 差不多就是 三四十年的 迅速的经济发展 那中国的这个经济 迅速经济发展 时间就更短了 所以对于公民社会来说 很难能够跟上 经济发展的步子 公司可以发展 他们的生产 发展他们的市场 进行出口 它可以用快速的方式 来做这样 做到这一切 但是对于公民社会来说 就要花更长的时间了 这些学校的建成 社区的建成 家庭的组织 都要花更长的时间 但是在南韩 在中国 我们看到了 这种发展 都是极为迅速的 那么在日本 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外来者 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感觉 说这是亚洲的 公民社会的特征 不管是在日本 还是在南韩 还是在中国 不管是来自于 他们古老的传统 还是跟他们 比如说孔子的 一些教育 还是说这些社会 这些国家 想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但是这些共同点 就使得他们能够建立 这样一个地区的 这样一个社区 好的 麦克纳玛拉博士 那么现在我们在现场 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们先 为我们的节目 做一下广告 然后接电话 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场 跟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好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在华盛顿现场 直播的 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舟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挑战 和成就 那么节目现场的嘉宾 是美国乔治城大学 社会学教授 丹尼斯 麦克纳玛拉博士 Denis McNamara 那么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您个人的评论 那么下面再重复一次 听众观众朋友 参加节目讨论的 具体的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另外如果您通过亚卫三号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请您把输入接收器的符号率 调整为每秒26.5兆幅 其他的数据不变 欢迎谢谢您的关注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接听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呢是天津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麦克拉曼先生 麦克拉曼先生你好 是这样的 我呢就是刚才看了 听了这个麦克拉曼先生 一些一个观点吧 我挺有感触的 因为像这种 就是关于社会 什么样的社会形式 社会形态 什么供应的 这个东西的话 好像从根本上说 中国和美国人之间 有一个可能一个传统上 无论传统上 时间上都一个挺大的一个差距 挺大的差距 现在我就是比较感慨 就是如何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 社会制度之间 人民人民之间 它能够互相借鉴和学习 而且还有一个 互相理解的一个问题 因为以前咱们听到了很多 就是互相指责 互相指责那种对立的态度 那种老是挑刺 互相那个挑毛病 用那种好像有点就是 对那种敌对的那种眼光 来看对方 但现在好多了 所以我有感慨 其实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 而且一直在做努力 无论从政府 还是从老百姓之间 我都能感觉到这种努力 在努力 在乱进步 在好的方面努力 而且也做出了很多的成就 但现在有一点 特别就是我觉得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 这样的就是抢我的话 在看待中国这方面 能不能就是更加友善一点 更加多一点理解 如果真心咱们想做朋友的话 能不能更多的给予一些 指点和帮助 不要是才那种挑剔 或者故意找茬 好的 我们明白了 大家更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不是这样 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天津的何先生 那么我们再接一位观众的电话 是四川的观众 四川的这个官先生 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好 刚才听专家解释了一下 这公民社会 听起来还是如罪无罪 能不能 自己中国式的语言 界定一下 这个公民社会的概念 究竟是什么 它跟这个宪法上规定的 这个结社的自由 是不是一回事 跟在民主建设当中 这个开放党禁当中 又是什么关系 谢谢主持人 嗯